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是煲个汤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汤就是冬菇豪士 猪手莲藕汤 材料相当丰富 这里猪手有一只 煲汤骨有半磅 细干了 待会预备拿去飞水 冬菇这里有6只 浸泡了 待会加上来煲 冬菇相当厚 煲完之后是相当好吃的 然后莲藕有1斤 没有1斤 说错了 莲藕有半斤 300g 接下来接近300g 有280g 蚝丝有6只 再加2粒蜜棗 最后会浸泡2条 最后10分钟才放进去 因为不想它溶完 开始来 先做猪手和煲汤骨的飞水 现在锅里放一些水 将煲汤骨和猪手放进去 用一个大火 拌好 拌好之后 就算它5分钟 5分钟之后 倒出清洗 然后将材料全部倒进去 煲到煲就可以了 待会再继续 好了 飞水5分钟 大家看到了 是相当恐怖的 很多血流流出来 然后一开始 就倒出来清洗 清洗完之后就放在煲到煲 好 稍后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 那些猪手和煲汤骨 就洗干净了 把材料全部放进去 除了枝竹 枝竹是浸淋了之后 最后才放下 大火 滚了之后 转回去做一个小火 慢煲它 过半小时至 1小时9个字 那就是目求令到 那些猪手啊 绿豆啊 那些全部都会浆了 那这口汤是相当是 溶浓很好吃的 好 待会软上 倒下之中的时间 再和大家继续了 好了 这个汤就是煲到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就再放下一个 枝竹下去 加入芝蓉後,再煮10分鐘 10分鐘後,再加鹽就完成了 最後再加鹽時拍攝給大家 最後10分鐘煮完了 先加茶匙 然後攪拌 加少許就可以了 好,那我就把那碗拿出來 稍後再繼續 好,這個是相當濃味的湯 冬菇,蠔豉,豬手,煉牛湯 連續有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喜歡的朋友來試試 還有最後給我一個讚,支持我 多謝大家,拜拜 大家可以看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